你好 挺可爱一位小伙子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陆子宽 今年十二岁了 其实他们跟我讲说你是突然胖了很多的 但我今天看起来你这个体型还可以啊 还挺帅的 因为我减肥了 减肥了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胖之前多重啊 没增肥之前是六十斤 多大的时候 你现在十二岁 六十斤是多大 十岁的时候 十岁六十斤 后来最胖的时候呢 九十多斤 一百斤啊 你多长时间从六十斤长到一百斤的呀 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天哪 那现在呢 现在多少斤了 八九十斤 瘦了一些啊 对 瘦了一些 哎呀 但是什么让一个孩子从六十斤啊 这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长到一百斤 背后肯定有故事是吧 是 是为了啥呀 我爸爸得了白血病 需要我捐个水 哦 最少体重在九十斤以上 嗯 所以那时候我才六十斤 必须得这么陪他那么救爸爸 哦 真是个好孩子哦 哎呀 阿姨都为你感动了 很为你骄傲 那我们把爸爸妈妈请上来 一起聊聊你们的故事吧 好吗 好 来 掌声有请 两位好 大家好 我是子宽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子宽的爸爸 我看这个子宽爸爸上来还是戴着口罩的 身体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还可以 还可以 怎么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的呀 2011年的时候 五月份 我哥和我妹夫出车祸了 两人双双遇难了 后日都需要我去给他们处理 这个事忙了大半年之后 到年底的时候 突然感觉浑身无力 脸上苍白 流鼻血还发烧 当时就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医院 检查一下 感觉情况特别不好 他说是白血病了 让骨髓移植 当时家里也没有那个条件 后来我说我恳求那个医生 我说你给我开开药 让我回家吃吧 他说你吃这个药 要是吃半年没有效果的话 就必须得骨髓移植了 那也不能工作了是吗 没有工作 那时候子宽妈妈 一个人在外面打问 我在家什么都干不了 那会儿子宽也小 对 她三岁了 还不懂事 什么都不知道 她三岁 弟弟妹妹那时候 还不到一岁 对 还有两个孩子呢 对 子宽的弟弟妹妹 是一岁年的二岁出生 是一个龙凤胎 本来是一间特别好的大戏 后来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情况 那子宽妈妈当时 内心也是崩溃的 当时我也觉得 我们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放弃 我们要坚持下去 坚持吃药当时 药也很贵吧 吃了七八年 已经欠下了几十万的 我也在 但其实医生也说 吃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还是需要骨髓移植 真的我维持治疗 2018年的时候 病情就开始恶化了 就不做不行了是吧 对 我就在天津这个血液研究所 来又重新检查一遍 都说你不做不行了 我们全家都只有子宽配上了 两年前子宽不到十岁 对 不到十岁 就是 体重才六十年 又瘦又小 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 怕这个手术对孩子 对他的身体有影响 必要是一个成大手术 加上他是一个小孩 心里很纠结 所以首先当时要把这个体重增起来 让他的抵抗力免疫力 各方面都增强 包括造血能力 骨髓的这个成熟的 都要去尽快地提升 是吧 是吧